高雄受散动物园改建 我们来看到高雄市长陈其迈 真的好威啊 一纸公文搞定 而且这公文内容呢 还可以指定金额 指定用途 好那这个国营企业呢 有三大国营企业 台电 中油 中钢 全部都朝贡 都来朝贡了 都来捐钱了 来看到这个是 讨钱公文曝光 有人告诉说 动物园的观光局 行动物园运动计划书 是万动物园的 要提升他们相关的品质 所以请贵公司捐助 经费台币8000元整 有没有金额给你写清清楚楚 所以台电捐8000 那中油捐8000 中钢也捐8000万 这是乐捐乐捐 我不知道是不是 乐捐还是乱捐 反正就得要捐就对了 那其实这个改建的金额是5亿 那市府只有自己出5000万 其他的4.5亿呢 都是来自国营企业 还有民间企业 都是靠募款 那当然啊 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看到很多 像高云市副长林青龙就说 哎呀因为这个改建 受难动物园 是让大家耳目一新 那中钢董作也说 过程中没有任何压力 多少金额都不是重点 而是要对社会有意义 那另外讲到台电的部分 那当然很多人批评说 台电不是亏损吗 你还拿钱出来盖动物园啊 好所以陈其迈也有回应 陈其迈说 高雄有17座电厂提供 这个台电捐助 是按照这个电业法的补助 所以这都行之有年了 一切依法有据 好那我就先这样问吧 因为许志杰委员说 这是敦青木林 而且动物不分蓝绿 真的不分蓝绿吗 如果台北市木榨动物园 也要的话 要得到吗 我就这样问还是说这是高雄独享 高雄待遇 杨明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那个 这个其实是今年8月就要到的钱 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今年8月有个粉专叫做高雄好过日哦 他就说你看 陈其迈市长宣布呢 将要借进新竹动物园改建 然后呢你看在市府自筹及中钢 中油台电等三家泛国营企业 和十三家民间企业热心赞助筹措 4.9亿经费的新兽山动物园改建工程 这个今日动工 8月就动工了 8月 8月就动工了 现在只是发一个公文把这个钱 这个程序把它走完而已 钱早就拿到了 所以 这个事情哦 我后来查了一下 是在12月23号 耶诞节前哦 那时候有一个网友 他把这份公文 就是媒体曝光这份公文哦 跟这个脸书的这个 就贴在PTT的 他不是贴八卦版 他贴在一个叫做黑特 那个正黑版 哎 然后呢 没有什么回应哦 结果到了27号 这个礼拜一 台中市议会有一位国民党议员 拿了这份公文 咨询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哎 高雄拿了8000万 你我们台中要不要来比照办理一下 要不要来弄个什么海洋生物馆 好 然后呢 结果哎 这个新闻才开始被扩大 嗯 然后今天呢 联合报把它做成头版头嘛 然后去讲说 啊高雄市真好啊 台电可以给他8000万 啊老实说啦 其实在这个发电的这一块哦 就是说台电能够给的钱哦 真的很多 一年哦 大概有30亿左右 30亿 30亿 可以 他有些是分给这个所谓 电厂所在的这些县市的 这个居民 有一部分呢 是给人家专案申请 比如说啊我要办什么活动 然后呢台电就会啊 你那个布条下面就有台电主办 可能几万几万 每一笔每一笔这样按按照那个 他举办活动的那个方式去补助 这个叫做什么 叫一般都称为叫做的 木林经费 嗯 就是让台电呢 因为电厂哦 不是一个一般人喜欢的这个设施嘛 所以他们要回馈给这个乡里啊 就像这一次的公投 如果大家还有影响 那个大潭电厂哦 所在的这个这个大潭里哦 这个观音区的大潭里 呃 不同意签建那个三阶的哦 就是要互找交这个公投 不同意的比例是远大于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木林经费 补助 对他们拿到了这个经费 会认为说啊 这个对我们比较有帮助 有没有电厂 我们没有那么在乎了 好 那你说有没有用 有用 嗯 那高雄市政府这一次呢 其实他们按照 因为高雄市他们刚刚讲了嘛 他这个所谓的17部的所谓的你刚刚讲17座电厂 其实三座大的电厂里面有17部的那个机组 比如说新达电厂有10座 那大林电厂上4座 然后其中那个 还有一个叫南部电厂有3座 他们有燃煤的也有燃气的 那所以他高雄市一年的总发电量 大概是500亿左右的这个度 就是度数啊 就可以发电500亿 高雄市自己用的大概是280亿 所以你看他们常常讲我们是南电北送 有没有 所以他们认为高雄我们帮你们发电 我们的空污影响了 所以钱应该要给我们增加地方建设 这是高雄市府的说法吗 好 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笔钱为什么要用在动物园的建设 对 这个跟所谓的牧林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包括中油中钢台电 为什么要给这么大的额度 后来我查了一下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陈其邁要怪两个人 一个叫陈菊 一个叫苏贞昌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陈其邁 五一市长好威啊 我告诉你 新竹市的动物园 中央政府补助 他们是2.2亿的诊件 2019年诊件完成 2.2亿的预算 中央政府补助了1亿 中央政府补助了一半的经费 结果高雄市政府 这些中央有没有补助 零 一毛都没有 所以苏贞昌大小眼 陈其邁才得要把这个脑筋动到国营事业上面 因为这些国营事业的慕林经费 给直加市是每年都有一定的额度 所以陈其邁都没有得到中央关爱的眼神 怎么会这样 结果你知道 我查了一下才会 哇角度完全不一样了 变成其实苏贞昌在卡陈其邁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高雄市只能给5000万 只能编 他这5000万是编在他们预算书要执行的 为什么是5000万 因为他们的债务很重 高雄市债务是出了名全国最高 2400多亿现在承担的 其中有1000多亿是12年乘举累积的 那时候韩国瑜当市长还努力在还钱 很辛苦 对然后呢 那时候陈其邁上任10个月又举债了50几亿 那时候还被说你看又在举债了 所以他对于这种建设的钱 他不敢举太多的债务 所以呢只能出5000万 最后就变成这种很变形 很畸形的拿国营事业 变成自己的另外一笔的预算的那种来源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变态的事情 因为你把这种所谓的 应该是所谓辅助性的资源 变成了主力 这个动物园预计明年10月要完工啊 你居然有超过一半哦 是所谓的范国瑜事业的捐助 然后呢还有2亿左右是民间企业捐助 市府编的钱才大概一成左右 非常非常畸形 那我们再讲 刚讲到我说新竹跟这个高雄来比嘛 新竹那个新竹市立动物园 虽然他的年限那个时间很长 他是日据时代就有 所以他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的动物园 但是他一年的游客 平均大概是40万左右的游客 高雄寿山动物园有名多啦 一年大概有70万的游客 结果中央一毛不给 所以我刚讲了嘛 所以说起来陈其脉还委屈了 所以陈其脉花了很大的脑筋 才把钱筹到啊 还才把这种所谓高雄市府 本来就应该拿到的钱 转到这个部分 我不是要帮高雄市府讲话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有一点 他的过程是这样啊 他们内部是有一点矛盾的 你要不要忘记陈其脉是从行政院副院长 跑来当这个高雄市长的哦 理论上行政院你要补助应该 直接中央就给了 是啊 轻而易举啊 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前瞻预算到处给到处给 对 高雄市政府一毛钱不给耶 这个寿山动物园的诊件 居然一毛钱不给 我都怀疑陈其脉跟苏仁昌是不是 私底下交情没有很好 所以在这个案子上面 叫他你们自己想办法 才把脑筋动到这些国营事业 那这样好不好 当然不好 对啊 因为这种所谓的这个 他们叫他们台电有一个叫做 呃 电业协助什么促进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基金啊 那这笔钱呢 其实是他们大部分 每年哦 比如说我收的这个电费哦 总额假设我5000亿 那里面有500 不能超过500亿 可以编列到这个 这个50亿 百分之一 不能超过这个额度 你可以编列成这个 然后来去做所谓的 这种木林的经费哦 所以他都有按照一定的比例 每个自家市 比如说你发多少电 你可以拿到多少钱 所以这些钱都在那边 那只是高雄市政府决定 把这笔钱拿来盖 这个所谓的这个 寿山动物园的改建 对 那你不得不佩服这个 高雄市政府 哇 弄一下哇 国营事业中钢中油 台电都要听他的 2亿就来了 没有立刻 这个我讲这份公文 就只是勤款而已 只是一个补一个程序 8月就拿到 大家不要忘记 8月就拿到了 所以这整件事情 我只能说 民进党政府真的很厉害 中央这种不补助 我们可以让国营事业来补助 这某种程度就是 把左手口袋 撈到右手口袋里面去 真的很厉害啊 我只能说佩服陈奇迈